最近真的忙得五爐七霜 我也是, 不過接下來星期五 就開始放瀑布折隔, 可以休息一下 你說什麼?五爐七霜, 你知道是什麼嗎? 五爐是魏詠梅中醫師教過我 至於七霜是什麼, 我就不清楚了 不如請魏詠梅中醫師跟大家說說 魏醫師你好 魏醫師你好 齊先生, 清楚… 大家好 謝謝魏醫師 魏醫師, 你上次跟大家說過 什麼是五爐 其實什麼是七霜, 可不可以跟觀眾說說 對, 很多人以為七霜就是打人 打架就打五爐七霜 小說又是七霜拳 但其實七霜是代表七種傷害人體的 不良生活習慣或邪氣 其實七霜是…沒有很多說法 最主流的說法是出著 《誅於豬病原喉論》這本書 它可以影響我們心肝脾肺腎 又可以影響我們的情緒 甚至是外形 不如我們逐個霜來說, 好嗎? 好… 先說第一霜 第一霜就是看見憂愁思慮傷心 為什麼… 傷心很難過 對, 沒錯 它真的會難過 但最重要是影響我們會容易心愧 很多時候心慮不整 或不知為何心肚腹跳, 容易害怕 為什麼呢? 其實就是因為我們很多時候 憂愁思慮, 很多事情不開心 很多事情要想的 擔心家人, 擔心自己 擔心感情, 工作, 諸如此類 一些太多的擔心會傷害心 因為心主血物, 主神智 當腦子經常要思考的時候 其實傷心血 心血比較不夠的時候 養不到心 心就會容易… 正重, 容易躺躺躺躺躺 心愧, 覺得不舒服 或是心很悶 心血不夠的話 人家就更加好像… 做事更加懶惰, 沒什麼精神 沒什麼情緒 所以我們說休思勞累 我們儘量減少, 限時莫理 對, 處理不了就別管了 留一些心血給自己 養好的心臟會更加好 原來這麼多病症走出來嗎? 對, 沒錯 好, 到第二箱呢 第二箱 對, 第二箱 到時人生活壓力大 我們大露氣液就會傷肝 我們終於認為肝就叫做將軍之官 好像將軍一樣, 很威武 有時候發一點脾氣反而會比較好 彰顯他的威嚴 以及把我們積壓著不開心的東西 發出來, 其實個人會比較開心 而且餵氣, 鞠躬的氣也會比較少 但沒有, 我生活很煩惱 與其他人相處也不好 因為其他人比較燥底 經常都要吵架吵架 大露氣液會令肝會變差 什麼是氣液呢? 氣液就是很生氣, 我又不可以罵他 不順氣 對, 不順氣, 這樣鞠躬著氣 我們認為肝就煮情緒疏洩 也煮腸血, 煮眼睛, 乳房, 伸直系統 筋骨幹煮筋, 還有指甲 我們經常處於憤怒的情緒 經常很生氣, 甚至煮不出氣 我們會容易有些眼睛有熱性疾病 例如眼孔, 眼光, 無端端眼睛會出血 甚至結膜炎之類的問題 經常反覆不好 女孩子容易有些乳房纖維扭 乳經容易有些問題 會推遲, 會有血雨 要不就提早, 要不太多火 指甲容易脆 肝骨經常很緊, 或是早上起床 手指這樣拉緊, 肩膀經常很酸痛 容易抽筋的 可能會跟經常敏感, 生氣有關 乾血又容易不足夠 經常容易累 你說乾床血, 我夠血嘛 是 為何會有這麼多症狀? 對, 乾床血, 但你用了它 好血 每次發脾氣都有一些能量 很濃烈, 其實就用了血 你讓它用太多的時候 乾血不夠, 就會疲累, 會濃烈 不睡覺呢? 不睡覺就更差 晚上, 血歸於乾 晚上不睡, 乾血不夠 早上就眼乾, 眼毛很累 有好血 對, 有好血, 所以經常要早睡 好, 到第三箱, 魏儀先生 第三箱是營寒, 喝冷箱肺 營寒, 即是外營寒 外營, 可能因為凍傷 在香港很多地方冷氣比較大 所以我們平時要用身體的氧氣 暖住整個人 就是保暖 對, 保暖, 會傷了氣 喝冷就是經常吃生冷的食物 生冷的食物, 低於體溫也叫生冷 因為進了身體, 要用人的氧氣溫馈 所以我們吃凍飲, 有冰的食物 雪糕, 凍飲, 鮪魚山壽司, 沙律 這些食物太多, 會令氣變差 肺煮氣, 經常要冷的抗寒 胃又要抗寒, 身體也要抗寒 氣就會越來越少 肺氣不足有什麼問題呢? 就是呼吸道的問題 我們說會有什麼樣子呢? 就是經常容易感冒 香港人經常有鼻敏感 一月轉天氣, 冷天氣 吃了冷東西, 馬上鼻水 吃了冷血, 經常咳嗽 感冒之後咳不斷尾 甚至小朋友有些哮喘 其實往往都跟銀行飲冷有關 你想想飲冷, 中醫也說 飲冷東西會傷皮, 又傷肺又傷皮嗎? 對, 沒錯 飲冷東西要用人的身體暖氣 太過傷了 對 但其實直接傷到脾胃 脾胃是電飯煲, 插電有熱 它才會生在煮成熟飯 是 食物也是, 冷了就停機了 所以有時候冷東西太多 或是胃痛, 不舒服, 就是這樣 除了冷東西會傷皮 太飽又會傷皮 什麼叫大飽 大飽, 每個定義不同 我們經常說飽到心口 飽到吃不下就一定要大飽 就是我去吃自助餐 對, 吃蒲飛, 吃火急, 要回本 吃到頂上心口, 吃到吃不下 我才停, 其實就叫大飽 大飽就消化不良, 胃酸、胃痛 全部都來 所以我們要保護脾胃 不想日後有胃酸、胃痛這些問題 其實平常吃東西應該吃七分飽 七分? 七分還未飽 未飽, 其實未飽就差不多 你可以保持身形 又可以令腸胃有空間消化 因為腸部好像洗衣機一樣 質感悶悶, 也不能混 我們平常說皮肺要混化 混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它也不能混, 卡住在這裡 就像我們平常當機、輕機一樣 所以我們要給點空間 好, 下一個了 這個有什麼箱子? 是, 強力舉重, 九座塞地就傷神 強力舉重? 我不是… 我不舉重 不玩的那種 哪有舉重 但搬搬台台都是舉重 我們經常要做粗重的東西 要拿些重的東西 可能是運輸、建築工人 甚至家務, 家頭細務 這些東西都會比較重 餐飲店的那種也算了 對, 拿著很多菜, 很多飲料 其實都是強力舉重 如果近年流行健身 其實要舉鐵也是一種舉重 適量的話可以鍛鍊我們的筋骨 過量的話就透支神器 我們總認為腎是主要腰 我們經常用腰的話 其實就會透支神器 過度使用會怎樣呢? 要算要同, 要無力 還回頭回頭? 對, 回頭回頭會這樣 好像整人都算… 虛號 虛號, 對, 過度使用 還有一些暗地裡不覺的 傷神器的情況 其實就好像記憶力會差一點 會耳鳴, 腎珠露水和耳朵 性能力又會下降 這些都是傷神的導致 很多人以為這些是否… 我們說房子過多主而次旅的時候 沒關係 有時候這種生活羅旋都是 狗座濕地, 現代社會比較少 因為我們有很多乾爽的地方 但可能從事一些特殊汗業 或者喜歡去露營、郊遊 都要留意 潛水那些呢? 對, 潛水那些都是 上岸要盡快吸乾 不過潛水醫護會比較好 對, 反而日常生活那些 我們說濕氣會影響我們夏天 我們需要用腎的陽氣溫馴 令它寒濕排走 同樣會透支神器 好, 還有一個 這是什麼傷? 這個 恐懼不知相知 經常是害怕青青船頭 害怕鬼船尾, 害怕賊 不知道心慌什麼 其實會相知 知不是志氣 不是說經常害怕就沒有志氣 情志 情志 我們說是意識儲存的地方 古書指示, 其實是記憶 所以經常害怕青青的人 人仿仿仿仿仿 你跟他說話在前言不對後語 他竟然又這樣 對, 好像經常都沒有記性 他經常害怕 前頭說完, 轉頭又忘記了 再問當時就很害怕 有時候很苦惱 為什麼自己經常這麼沒記性 我沒有苦惱說 對, 比較多東西擔心 經常會害怕 改善這個問題 想想自己有什麼情緒問題 好, 莊姆 莊姆第一個, 第七個 最後一個 這個所有人都要面對 風雨寒暑雙形 大自然對我們人體侵襲 歲月吹人腦, 為什麼呢 風吹的皮膚又會乾 然後我們說雨落雨落 有很多水腫、濕疹這些 是寒, 我們說極端天氣 其實人也會累 而且我們累不夠氣血的話 皮膚會膚皺 然後人的臉色不漂亮 黃、黑, 或者頭髮容易脫落 這些其實都會傷害我們的外形 七箱齊齊了 桌面上有些食料 或者是湯水也好 是用來治什麼的?這幾個 對, 我們用心肝、肺腎 最主要是這幾個 對, 這幾個 好, 先第一個 心肝, 開心最重要 我們有祖人浮小蜜茶 祖人是安神定治 而且令人睡得好一點 睡得好的人會開心 浮小蜜是開心藥 經常容易哭的人喝 吃這個藥就會容易開心笑 再加上紅棗、甘草 都是甜味, 吃甜的人會開心 貴之外通芯藥, 養開心 平常容易心潰、心跳勃勃的 吃了這個藥就會好一點 這是檔茶飲 檔茶飲 檔茶飲, 甜甜的很好喝 是不是每天都喝都可以? 這個日日至隔天, 怕熱氣而已 什麼人不想得? 我經常喜歡三菲枝、生飲瘡 正在發燒的話就要停止了 好, 第二個養什麼? 第二個, 經常處於激凍的環境 很容易悶醋的話 我們會有這個… 養什麼? 養乾的 養乾的 天麻白灼, 護乾茶 天麻油乾, 令乾火更乾 下枯草, 我們看到了 清涼, 令人沒那麼躁動 我們看到生地白灼, 養血的 乾血更多, 人家比較平靜 紀子珍珠帽, 安定心神 令人燥火更加 不容易敏鎮, 不容易上火 這個可以經常喝嗎? 這個一星期喝兩、三次就可以了 這個當作茶飲, 還是當作湯? 當作湯, 加一個瘦肉, 熬湯喝 我們說如果人很怕冷的 面色蒼白就不好喝, 怕太涼了 平時如果不是很生氣 而是清涼的也不喝 清涼的真不適合你 好, 下一個就要… 鼻敏感, 經常鼻敏感 經常吃東西在辦公室的環境 這個養什麼? 養肺的 養肺的 養肺的, 看行能力較多 我們有新宜白紫蘇葉茶 當作茶飲用的 無湧湧的新宜鼻敏感 蘇葉, 即是蒸蟹蘇葉, 暖肺的 白紫通鼻, 方香令肺的寒氣 再加上一些生薑, 去一下寒濕 啤麥散? 不啤麥散 這個又香香的 如果喜歡甜的話, 加一點蜜糖 也可以 紅棗也可以 容易入口一點 這個如果辦公室很冷 或者鼻敏感很厲害 每天喝其實也可以 每天喝? 對, 當作茶飲 由早到晚當作茶飲 對, 沖了喝一杯就可以了 因為要熬的 有什麼情況下不能喝? 對, 這是發燒感冒喉嚨痛的 就不要喝了 最後一種? 對 最後一種要做粗重工 做健身做得很開心 養什麼? 養肾的 養肾 道中九隻撞腰湯 道中九隻都是撞腰骨的湯藥 再加上逐斷, 斷斷的也可以薄 對, 厲害了 然後再加上熟地、淮山、北旗 來養氣血 這個蜜棗調和的味道 因為這劑比較重的藥味 我們加些豬尾骨一起熬 一個星期喝兩、三次就可以了 誰不可以喝? 同樣是發燒、比較燥熱的人 小心喝, 發燒絕對不能喝 一個星期兩、三次就可以了 不要過補 各位觀眾, 聽完了藝師說 七室是什麼?要養什麼? 大家都清楚了 提醒大家有不明白的 記得請教中醫師或專業人士 還有這個星期 我會在 testing大家 聽到嗎? 請教中醫師或是說